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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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中期受到经济开发主义与国家政策推行的影响 农业开始进入高山地区 从离山的成功经验逐渐沿着蓝阳溪向下复制 数十年来种植高丽菜或大白菜 成为当地族人主要谋生的方式 过去习惯以烧肯方式来种植农作物的生产形态 早就难以应付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 以前我们原住民不是砍草的用烧石灰 那个最好 那在杀菌 那个杀菌很好 我们在放山这样 我们以前用烧山的 那个以前都不用农药 高丽菜种的不是随便的 它真的长大 没有所有发泄肥料 可是现在不行 农荣对族人不是难事 难的是转型期的痛楚 从自己自足到规模经济 相较于主流社会拥有先行者 在技术与资源掌控上的优势 后进的部落族人所面临的 是资金的欠缺以及资源的匮乏 也让当地的许多族人 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工人 我们这里的男人的话 主要的工作是砍菜班 就是砍高丽菜 他们砍菜班要晚上 然后半夜砍菜 然后砍到凌晨 然后卡车要出车 然后回来的时候 大概也是清晨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拖着疲惫的身体 要回来就休息 休息以后大概起来 大概都是下午了 起来以后大概稍微休息一下 可能又要再去砍菜 不只是原乡 砍菜班的事例 也遍及全台 那我们砍菜的话 不当然是砍我们的 我们宜蘭的大同乡 这些陷阱之外 他们也会跨境去砍菜 到台中去砍菜 到苗栗去砍菜 到离山的农场那里去砍菜 甚至于最远还到南下 南下到南部 到云林去砍 到彰化云林那里面去砍菜 那一出去砍菜的时候 可能一待就是 可能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 所以这群弟兄们他们 是砍菜工作是很辛苦的 而且是很伤身的 非常伤身的 因为他是非常劳动力的工作 也很容易受伤 然后所以这群弟兄们 我之所以会说他们伟大的部分是 因为工作他们会牺牲 也会牺牲很多 他牺牲 他除了说牺牲自己的身体之外 那身体健康之外 他也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当地族人投入的劳动量 似乎没有换来成正柄的价值 除了牺牲家庭与健康 产业结构的固化与阶层化 也反映在族人的实际收益上 如果菜啊 菜它的经济效益就这样啊 它每一年都会有波动啊 对不对 时好时坏啊 所以我说 你说它的效益多大 实在很难评估啊 你看那时候20年前回来 它一包尿素221 现在要500 那像那个 我们放的那个5号肥料 那时候我们才买大概200块 现在要将近4607啊 那20年前 我们这边如果是订给大盘呢 一楼大概250嘛 目前还是大概260啊 只剩了10块 但是我的成本是占了一倍 所以 我们说实在经营也是越来越困难 收入不如以往 以及务农的辛酸 都形成了一股推力 再加上都会区的吸引与拉扯 许多长辈鼓励孩子们出走 寻找更多的机会 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像他们这个五六十岁那个年代 真的比较勤劳 因为五六十岁那时候他们生活 就真的比较辛苦嘛 那难得有赚钱的机会 所以大家都拼命赚钱 那造成我们这边下一代就是这样 读书 当然有些家庭是这样 赚钱就是让小孩子去读书 那因为我们始终认为 就是说真的教育 你只要把小孩子教育好啊 才能翻转我们的 我们整个原住民的生活 那我说在 我不是很赞成说小孩子 小孩子就来种菜或砍菜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去受教育 因为我这样看一看 很多别的乡镇 其实教育才能翻转 我们整个原住民的生活品质 面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冲击 部落长者期许自己的下一代 能透过教育突破困境 翻转部落 当地族人也尝试着转型 种植其他更友善土地的 高经济作物 希望能够兼顾土地的永续利用 以及经济效益的平衡发展 所以我们有跟那个县政府 提议说我们想种松露 现在已经种第六年了 我们想说能够转型 变成一个高经济的作物嘛 至少就说我们 我们不要那么辛苦啊 此外观光产业也是发展的选项 但需要更为长远的规划 目前先以点撞式的活动 来探测部落蓄积的能量 就是我们有推动这个竹笋产业 长年编率下预算的话 有带来一个小股的经济 我们现在事后看得到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 帽玩村被推动的 方光产业的一个第一阶段 我们这个竹笋产业 我们是第一次办有 不是很专业 可是评价蛮好 最主要是我们这个采竹笋 然后游客亲自去体验 再到这一个区 那个区 就放山给他们 带回来竹笋产业 当然以价钱来算 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卖点 也就是我们常规以后的冒玩村 布小谷做一个经济结构的 一个给农民啊 最实惠的一个体验 跟农的认同感 目前当地产业 还是以种植高丽菜 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为大宗 但留在部落的族人 遭遇体认到 象山蚕食 象河鲸吞的方式 总有个极限 然而产业的转型或优化 除了期待产学界的协助 更仰赖政府的政策推行 与管控态度 只要没有大刀阔斧的革新 南洋西畔的高冷蔬菜产业 依然会继续维持下去 没有办法我们要生活啊 我们总不能到平地 我们没有跟他们竞争 他们的土地 不可能跟我们的土地啊 一样 我们有的土地 就先利用就是说 这位产子嘛 产子最基本就是 羊家活口啊 家庭生计的维持 与市场的需求 行收出大同乡后山部落的产业样貌 但部落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 转型的必须与必要 未来还有许多的挑战 等待族人克服 期盼部落持续找寻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让种植高丽菜不再是唯一解 炎炎夏日的午后 在茅安教会充斥者欢乐的气氛 孩子们放暑假纷纷回到部落 让精密的空气多了份青春气息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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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小家长也是小老师 所以我们要在下个礼拜的营会之前的话 我们先在这边做一个研习 做一个就是在之前的一个训练 有别于山下的辅导课程 茅安教会的青少年聚集在一起 小羊带小羊为着即将举行的信仰体验营 提前来做准备 引领我们进入教会的 是来自邻近离山部落的瓦利斯传道王杰如 即使轻装简便也不能掩盖他言谈中的认真与坚毅 这里是我们教会的沐浴馆 来到茅安教老教会服侍不到一年 以能为我们娓娓道来部落的发展严格与现况 并且从他口中得知部落名称 The Moan的真正意涵 The Moan的意思是捡食的意思 就是捡回来 食回来的意思 把大家离山的 因为战后的那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分散了族人把它再次地把它捡回来 那我们的教会也叫人万 就是它是由这个河床的那个鹅卵石 石头 之前我们过去族人们他们长辈们 去一颗一颗石头去从河流把它捡回来的 一二三 坚定信仰不妥协 刚强壮胆跟随主 信仰体验营是借由圣经与诗歌的争议 帮助部落青少年将圣经真理实践在生活当中 期许在信仰生命里有所成长 那我们就想到好像就是部落的儿童很多 那我们就就是透过祷告 然后上帝有给我们旨意 那就是就刚好选到这个 但仪里这一个经文 那刚好它这个里面就是有拣选四位仆人 那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但仪里的特质就是不妥协 那就是紧紧跟随上帝的旨意 那我们因为身为就是部落的青年 那我们可以借着它的特质 那去带领我们部落的小羊 就是小羊带小羊 传道与客服们也设计了古早童案活动 来体验祖辈父辈们孩童时期的单纯美好 像这个 就是我们讲说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 在来玩 这里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把那个橡皮筋放在三角形里面 然后他们到时候会带孩子们就是玩橡皮筋射击 谁把这个橡皮筋射出三角形以外 那这个所有的橡皮筋就是他 另外也规划了认识部落 与传统舞蹈等课程 充实孩子们的文化素养 那这个橡皮筋是我们一般在玩的这个橡皮 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一个调 我们有给它 这个棋子有给它做一个真修 那这个真修的话也是做一个文化的对应 这是棋类游戏的设计 蕴含着传统社会组织 族群关系 与泰雅相对于国家体系的介绍 深入浅出别具意义 那我们泰雅族的话是三首长治 所以我们的总统 我们讲同样的副总统 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我们是三首长 都叫我们的副领袖 那像的话 像的话 宰相 宰相的话我们叫不嘎嘎嘎嘎 就是四仙大法官嘛 然后 那帕国马的话 就是国防部 也就是我们讲的帕国 就是我们的部落的那个神灵保卫师 那这个是泰雅族的传统的旗 那它的旗子 它的旗子叫天下为公 然后大国要发动战争 要侵略小国 然后大国要把小国把它围死 围死没入走 小国就输了 然后但是大国如果 但是小国他如果 小国就要一一破解他 要来围攻他 小国就要一一破解他 只要小国在他两个的中间 两个就被他取走了 他先回来部署 他就破解他 对 所以当大国一发动战争 他一定会牺牲 所以他立刻就死两个 他现在就要来围他 那他走到他两个中间之后 就取掉他两个 但是大国就要想办法围他 这个旗子它本身 它有一个教育的意涵 就是我们答案的话 叫丙喀办 丙喀办的话 意思就是部落公所联盟 那16个原住民族 大家等于是变成 一个每一个 就是说大家16族 就是一个部落公所同盟 一起去围一个目标这样 过去曾参与原住民 社会运动的瓦利斯传道 对于族群存续 与文化传承 有着很深的使命感 希望泰雅族的主体意识 能建有每次的体验营 向下扎根 那时候我们在家有时候 教我们玩的时候 就是这样 圆形 这是泰雅族 这个是国家 这样的话 感觉我们会很清楚知道 我们跟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我们可以广硬地讲 这是原住民 这是国家 对 教会全方位的服饰 展现出基督信仰的核心 许多社福资源 也都透过教会进驻部落 而陪伴客服班孩子 十几年的两位长老 更希望有人能够一同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的身体不舒服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了 所以说希望有个中年的妇女 来接棒我们的棒子 这样子陪伴那个 有那个心 我们是希望让他们 也可以在这边陪小孩子 也可以慢慢地 跟小孩子学习 也可以 我们希望说 当然是跟我们 跟妇女一起来做聚会 这样子 服务的路上不再独行 近年回乡的还有美方 性格爽朗的她 是展望会宜兰中心的督导 具备护理与事工的专业 他将职埃发展与信仰生活结合 贡献所学 回馈自小生长的部落 其实我们在服务进到部落 在部落里面服务 其实也是一边看一边做 然后也一边去搜集 部落里面的一些最新的状况 什么样的需要 怎么去执行 评估在地产业特性 与服务家庭的需求 展望会的家庭陪力工作 受之以渝 提供技术训练与资裁补助 规划适宜的方案 并串联教会力量 希望为陪力家庭 带来转变的契机 有利用孩子 就是青少年回到部落 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 刚好是在冒案 冒案有事 然后就是轻盈四集 就是青年 然后这些那个长辈们 在我们一起来共创 在部落里面有一个 他们就是感觉 他们觉得不可能 我们部落那么少 没有人啦 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就透过 也刚好教会 有这样的一个事工 我觉得就昨天 他这几天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就跟传道说 传道 还是我们就把那个四集 直接移到那边 就是你们比赛的现场 对 让人潮可以更凝聚在一起 帽安教会的弟兄会 进来成立了弹弓队 希望透过弹弓运动 拾回传统技能 并找回传统泰雅族 共识团体中 共劳合作 同甘共苦的精神 这一天 他们举办了一场竞赛 凝聚了大家的心 也丰富了部落生活 李军做吧 就是我们的准一二三名 就是他们三位的 现在他们叫PK 现在开始的项目 是15公尺 15公尺平靶 15公尺靶 现在进行的项目是10公尺 开始升军 中华中拔 中华中拔 余永某中拔 卓大华中拔 第三名卓大卫 我们的三角卓大卫 成品是可口可乐一开罐 无糖可乐 无糖可乐 第二名选手 请上场 第二名选手 李蒙峰 感谢主 他也是我们当工队的召集人 仇备小组的召集人 好 感谢主 好 来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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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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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散场后 青年门协助整理现场 种状人们则负责再送长者 夜热的照耀下 呈现一幕后温暖的景象 茂安像一只羽翼见风的小鹰 正蓄势待发展翅翱翔 让我们期待一个更美好的冷晚 就是这期间我们部落的人 跟长者们他们有意思了 就是说我们部落要不一样的 跟我们要拉拢部落整个凝聚力 也希望这份感动呢 可以带给我们部落 更多更多的启发 跟反转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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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安是个完整而美丽的小部落 目前面临产业转型的挑战 期盼未来资源的整合 与人才的回流 能够协助部落永续发展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行走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